在家的溫度降機 這個很多人來的 過年一關的希望 有容易拿出來清 這種的天氣當然 有很多人想吃火鍋 要不然意思就提前說 你如果有這瓶 有萬性瓶 有三種的環節要特別適時 因為你如果吃太多 可能引起心臟的問題 所以十六的時候 有一部分方面的各位 氣氛會降機 這段時間提前我們在市場 熱湯湯的油頭白鍋 起味不香 口味也有一瓶 還有四個制度的火鍋 是冬天聽身體電波的好選中 今天這天 東北幾乎變好 讓天氣變得冷氣 很多人會想煮一碗火鍋湯 不過要特別注意吃不去吃東西 如果吃太多的話會造成血壓的波動 會更加明顯 那另外的話高血脊會造成 所謂致命的心律不正 有油脂病 百姓病 那這是三個環節 也是又很危險 如果人家要注意 出去外面也都要跌倒幾乎 已經有人穿烏油脂化 不過他跌大後一塊後面的來 如果水氣變得多 百姓等百姓不肯分 也會洗禮有火鍋 壓管的火鍋 起雲 流入來 時度人的身體變化 也很大 收縮後是超過百姓就要注意 天氣冷 要讓火鍵收縮 所以體質地向內地注意 流動人的身體變化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